冰冰老師可不可以講一下 你為什麼會去夢到死者 那麼在夢裡頭 私人跟你說了什麼 結果當晚我就夢到 這個賴姓少年他來找我了 然後在夢裡面呢 他是瘦瘦弱弱的 就是很瘦很弱的 然後就他就跟我講了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他非常在意的就是 他有澄清說他是異性戀 下性也是 那為什麼要結婚 是媽媽也蠻在意 也很疑問這個問題 所以他請我一定要講 跟他媽媽講這件事情 讓他媽媽安心 是因為下性呢 他跟這個賴姓少年說 因為你的財產太多了 引起黑道的陣喻 所以這個呢 我們家很有黑道背景 我們家可以幫你處理這件事情 如果你嫁給我就是我的人 所以他們就不會對你怎麼樣 他們也不敢對你怎麼樣 我會幫你處理 獨家掌握到冰冰老師的最新說法 不過我們先來看 媒體在今天還是大篇幅報導了 吳亦蘭的命案 特別是昨天開了偵察廳 那麼高大成認為真恐之謎 仍然沒有解 而且高大成話講的更滿了 他說他認為99.9999 這不是在賣純金金幣 他說99.9999是綠化價 到底高大成有什麼 根據我們等會再來做討論 不過現在馬上為您視訊連線 冰冰老師 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冰冰老師可不可以講一下 你為什麼會去夢到死者 那麼在夢裡頭 私人跟你說了什麼 好 就是我在手機裡面 不斷跳出這個新聞的 這個新聞 然後我就去關注了一下 那關注之後 我確實在看的時候 有一點點毛骨悚然的感覺 就覺得整件事情不是這麼的對勁 那我心裡就有想說 如果我幫得上忙的話 你來找我 結果當晚我就夢到這個賴性少年 他來找我了 然後在夢裡面呢 他是瘦瘦弱弱的 就是很瘦很弱的 然後就他就跟我講了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非常在意的就是 大家都知道就是 大家都不知道 他為什麼要跟下信地正式結婚 然後他有澄清說 他是異性戀 下信也是 那為什麼要結婚 是媽媽也蠻在意 也很疑問這個問題 所以他請我一定要講 跟他媽媽講這件事情 讓他媽媽安心 是因為下信呢 他跟這個賴性少年說 因為你的財產太多了 引起黑道的陣喻 所以這個呢 我們家很有黑道背景 我們家可以幫你處理這件事情 如果你嫁給我就是我的人 所以他們就不會對你怎麼樣 他們也不敢對你怎麼樣 我會幫你處理 於是下信少年為了保護媽媽 也沒有跟媽媽說 就跟他登記結婚了 賴性少年 賴性少年 這是賴性少年 這是第一件事啊 其他的呢 其他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他說 預謀的就是討論很久 這件事情其實他已經被討 就是預謀很久才犯案的 所以不是臨時起義的 那預謀的主要兩個人 就是下信負子 那除了下信負子之外 還有別的人參與犯案 還有其他共犯 那他說應該是集團式的 好 那有沒有說其他的事情呢 呃 另外還有說他在 通常是這樣 人在突然急速死亡的時候 會不知道自己往生 所以他有告訴我說 他在前一個禮拜 他都不知道自己死掉了 然後他後來不斷的看到人家 在用他的身體 不斷的看到人家新聞一直在報 一直在討論 他媽媽一直在奔波 他才知道自己死掉了 所以他說他是在突然的狀況下 在往生的 所以他請我就是找方法幫他說出來 好 所以後來冰冰老師找了 呃 高仁和 所以仁和是不是後來你也問他一些問題 因為我們也擔心有沒有可能冰冰老師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夢 我就今天順便問了他幾個問題了 比如說第一個這個少年 他是呃 從幾樓掉下來 那他有回答我 那他怎麼回答你 因為他其實你在跟他聯絡的時候 他已經 已經洗了嘛 時間對話 他他在過 不不 我的意思是說 剛剛冰冰老師說 他是 託夢給他 對 那之後他再跟你聯絡 其實已經不是在夢境中了 那你問他的問題 他如何來回答你呢 我問他問題的時候 他請他家的神父把下去少年冤魂掉上來講話 所以他們家的神明把賴性少年死者的魂掉出來 掉出來跟我對話 跟你對話 所以你有直接跟 我直接問他 死者的魂魄對到話 對 所以你們之間是 我問了他五個問題 然後神明幫你問 對 死者 我問他五個問題 那你問了哪些問題 我就問他第一個問題 說是你下來之前就死掉了 還是送到醫院才死掉 他說他第一個是在草地上的時候就死掉了 第二個我說 不是草地上就死掉 這我還是聽不太懂 因為他有兩種可能 一個是墜樓而死 還是死後墜樓 在草地還沒死 就死在草地 所以應該是墜樓而死 墜樓而死 對那第二個問他說是幾個人從幾樓下來 從幾樓被推下來也好或者是自己追了 他說他只知道他最後的一站是在八樓的樓梯 後來有人從後面把他勒住 就跟那個就完全不知道人了 那第三個問他說 所以他是被推下樓去 他說墜孔就是唯一的關係 我說裡面是有毒品毒物嗎 他說我不知道 可是我就墜孔打的時候 我完全不知道人了 所以他確實有被注射 但注射什麼他不知道嗎 不知道 然後我說你死的時候你穿什麼衣服 他回答我的就不一樣 他說白色的 我說不對 我說監視器看到是黑色的 他說因為夏南 他們登記完結婚之後 說我們先到十樓去 然後我先洗個澡 拿了一件白色衣服給我 那他進去洗澡的時候 我沒有洗 直接後來帶他到八樓 他說躲在八樓那個人已經躲很久了 不是一天不是兩天 那再來我就問他說 那你現在 那這個衣服我就聽不太懂了 那他墜樓的時候是穿黑色的 那他現在卻說自己是穿白色衣服 是他說夏南 拿一件白色衣服要給他穿 拿一件白色衣服給他穿 但是他墜樓的時候 還是穿黑色衣服的 所以這件事沒有交代清楚 他沒有換衣服 這沒有講清楚 對 他衣服沒有換 那我說你下樓 你掉下來的時候 你是穿皮鞋 布鞋 拖鞋 還是光腳丫 他說他穿他家裡的拖鞋 那這個是符合在現場的 的基準 現場他確實穿拖鞋 那現在 後來他有跟我講三個事情 他說他現在拜託 如果 這個是民俗的啦 我沒有關係 我告訴你轉數嘛 他說拜託 第一個就是說 他現在他的魂魄 一個一直在他媽媽旁邊 也魂魄啦 然後第二個魂魄 他的魂魄一直在兇手旁邊 然後他第三個魂魄在草地上 希望 他說他希望有 會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招魂 愛收魂 法師 法師 能夠把他那個魂引到他那個牌位裡面 讓他媽媽不要傷心 請他媽媽不要傷心 好 這是你跟他透過 我聽到的 冰冰老師 神明把他的魂掉出來之後 跟你之間的對話 我直接對話的 但是你對話的 你對話的對象是神明嘛 對不對 新明 對 好 來 可是我還是有一些疑點 想要請教了 冰冰老師 通常託夢跟通靈 是不一樣的東西 通靈的話 你是可以看到一個形體 可是託夢的話 是可以看到具體形體的 對不對 他今天要錄你的夢境 給你看 一定給你看得清清楚 說這個人是神明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會託夢的話 通常都會具有姻緣 就是我跟這個人有姻緣關係 我不會死去 我怕阿仙歇沒台沒錢 我怎麼知道要去託夢阿仙歇 對不對 所以他今天的話 像高大成 高大成也是有通靈體質 他也有靈異體質 為什麼要去找高大成 對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高大成 對不起 學問你意思是說 第一個 通常不管是託夢還是通靈 他會找有姻緣的人 那如果是託夢的話 他應該會看到具體的形象 好 那來問一下冰冰老師 我們先回答這個問題 不然一下太多問題 他沒辦法回答 來 冰冰老師 第一個是因為他剛走 而且他是原始的 所以他的魂魄的強度 不是那麼的強 就是他的魂體很靈體很弱 所以像一些陽氣比較重的人 他其實無法靠近 然後還有第二個 要入夢這件事情 像我們在修行的人 很多都會說神明怎麼不入夢 要入夢這件事情 也不是這麼容易的 必須磁場跟他相當 那就我所知 他在夢裡有告訴我說 他其實不只找我了 只是不一定有人願意幫他出來 講這件事情 因為說真的這樣出來講 我也很冒險 那冰冰老師 你在夢裡頭 有看到他具體的形象嗎 就瘦瘦弱弱的啊 很瘦弱啊 臉看得清楚嗎 臉 那個什麼 賴性高中生的那個 屍體前面 大體前面 他還放了一個iPhone14 他就希望說 你今天你就 可以跟他討夢 跟他講 對不對 你既然這個討夢 跟高大成討夢最有效 所以我是請冰冰老師說 下次他如果再入夢來的話 或者說 你如果甘夢 把他的靈魂甘起來 直接跟他講 你去找高大成 說給高大成知道 這個最快的 馬上就破壞了 好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說 現在都是草地上掉下來 他是在草地上才死掉的 這仁和他還講的 但是這跟高大成法醫的說法 不太一樣 高大成法醫是認為 是死後墜樓 我不是質疑說 他們講的不對 是說仁和那時候 是透過電話 他是說跟神明 那神明是透過誰 透過 來 冰冰老師 神明是透過誰 透過我 神明是透過你 所以是死者 賴興高中生附在你身上嗎 還是 不是 就像剛剛 那個學哥講的一樣 通靈跟路夢是不一樣的 那時候就是通靈 沒錯 他的魂魄有在我旁邊 對 他就是開天眼 聽他轉述 一定就是這樣 因為跟甘夢的不太一樣 甘夢的是什麼 像那個林千代 就是讓自己的身體 當作一個容器 讓你的靈魂進到裡面來 所以不是附身 就是他在他旁邊 會跟他講 那個問題是 現在他想說在草地上死掉 對不對 那就跟我們的 相關鑑定 這個點 就是一直在爭議點之一 因為大家覺得說 你現在說是從八樓掉下來 對不對 聯合剛才說是 他說是八樓 他說是八樓 好 那如果現在我們假設說 從八樓墜樓的話 八樓也算高樓層 那現在就不符 不好意思 應該是說 他是從八樓就失去意識了 好 那失去意識的話 所以他有走到八樓 那八樓就失去意識 但是他到底後來怎麼樣 墜樓而亡的 他就不知道了 好 那沒關係 那這一段就不知道到哪裡 這些就不知道他到底 有可能八樓掉下來 有可能是在別的樓層 那即使在草地上死掉的話 那這個是不是又跟我們見識不一樣 因為他之前講說 這個就是有可能是殺害之後再棄屍 那是法醫的說法 高大神法醫的說法是 死後墜樓 但是檢方並沒有說是死後墜樓 警方還是比較傾向認為是墜樓而亡 可是檢方是告訴你說 無外力介入跡象 現在是沒有外力介入 那檢方是比較傾向是自殺案 對 那是比較 他沒有提到任何外力介入 既然沒有外力介入 那他八樓失蹤 他又跑去哪裡 這明顯在從八樓到他草地上 這個過程之中 很明顯是有外力介入 那檢方 如果夢境是真的 如果真的是死者還原 整個案發的過程 真如死者所說 那這裡頭當然有非常多的 包括八樓就發生什麼事 對不對 到底他注射了什麼 這很多的疑點還需要理清 那另外還有一點就是 他講說人躲在八樓躲很久 對不對 所以有共犯 除了父子之外 可是檢警已經在他樓梯的 那個監視器畫面有沒有 都找不到 都看過了嘛 所以他才知道說 為什麼案發之後 他沒有封鎖現場的 那30個小時有沒有 他之間包括什麼 夏南 他哥哥 他爸爸 他媽媽還有他爸爸的女朋友 五個人前進三次進出到 那個房間裡面嘛 對不對 十樓的那個房間裡面 所以這個監視器畫面 也有看到 那這個人躲在 但是所有監視器畫面 現在看到都是在十樓對不對 沒有看到八樓 相信檢方檢檢單位 一定會把所有都調出來 好 但目前我們得到的資訊 只有在十樓 他們進出很多次 但沒有任何資訊顯示 到底八樓有沒有進出過 對不對 那八樓沒有進出 現在就差 人躲在那邊很久的 你就要去查 現在就要請檢方就去調了 第二個 不管所謂的資訊 旅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